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心 这个本觉真心它还是有内心的这种力道 叫做本觉的内作用 本觉的内作用称为本觉内心 它跟外心习力 跟外在的教法作为外源 两个合并起来 我们可以发这个心来修行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清楚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自我意愿发射出来这个心 让自己冷静下来 用修持戒跟定的这样子的模式 见次的来唤醒自己的决心 来让自己渐渐趋向 不带五蕴 不攀缘附会 而安住定中这样来修行 慢慢你可以看到自己无名躁动 你可以看到自己心求本真 心求那个清静 然后读得懂跟读不懂 慢慢的逐渐的可以断尽不觉的这个妄然 根本觉合一 就叫做始本不二 始就是始觉 根本觉不二 因为你慢慢断慢慢断之后 就能够达到毕竟觉 始本不二的大觉 这个时候就同于诸佛如来的境界 那这个是所谓的至尽相跟不思义 不思义也相 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 这个本觉 本觉本体的相状 这本体的相状在这部论述里面 他把它开演出四个重点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页的第三行 复次一直读到第十五页的第四行 随面是现故 一起来复次 决体相者 有四种大意 与虚空等 犹如静静 云合为四 一者如实空静 远离一切心静界相 无法可现 非觉照异故 二者 因熏习静 未如实不空 一切世间境界 西于中线 不出不入 不失不坏 常注意心 以一切法 及真实性故 又一切然法 所不能然 智体不动 具足无漏 寻众生故 三者 法出离境 未不空法 出烦恼爱 智爱 离合合相 纯净明固 四者 元勋习静 未依法出离故 便照众生之心 另修善根 随念是现故 这一段来讲的是 本觉字体的相状 因为我们怎么摸 怎么讲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 了解本觉 它的作用 前面在讲 它可以无形的功德 等等的 这个能产生 可以显现智慧 可以现前 但它本身 带着什么样的特质 就是它的相状 有四种大意 就是可以比您 虚空 也可以比您 清净的 干净的一面镜子 它是用比喻法 那怎么来讲呢 它这个地方是用 是用镜子来解释的 第一呢 本觉的字体 如实空镜 明镜 本觉的字体 字体本身呢 就像清净 没有杂染的一个镜子 远离一切心境界向 无法可现 非觉照一故 镜子本身 镜子本身 它没有所谓心 也没有所谓境界 它也没有所谓能照 跟所照 所有的东西 它本觉的字体 远离幻化的妄想 没有绝照的功能 所以本觉 自己本身 我们以这个觉性 自己本身 它不发生作用 觉性 你觉性有的时候 是靠什么发生作用 靠 圆 镜 镜子本身 镜子本身 它不会发生作用 我们的觉性存在的时候 它没有声音 它也没有作用 所以 剥蕊 剥蕊无知 本觉自己本身 它什么都没有 就是干干净 它的存在而已 可是存在又无相 无体 无相状 无具体的相状 有办法了解这句话吗 它要靠什么来知道 我们有本觉 人什么知道 有佛性 因为你有根 根层 对出来的时候 圆这个根根层的境界 才知道你有觉性 对不对 所以本觉自己的相状 是什么 虚空 可是以它的作用 又可以用镜子来解释 这段讲的是这个 第二 二者 音熏习近 为如实不空 但是这个镜子 这个本觉 它只要在圆镜 现前的时候 现前的境界中 现前的现象中 它如实不空 它可以做反射的动作 它可以映出来 本觉的肢体的内因 它自己本身 里面 静本不然 可是它可以反射 它可以反射 也就是这个地方 一切世间的境界 昔于中线 一切世间 所有根层 对起来的时候 圆出来的众生 内心如果有起心动念 是不是就有这个境界 就圆这个境 圆这个境的时候 皆可以在一心里面 显现出来 所以心就是 镜子显现出来的样子 这样知道意思 我们的心 所有读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 镜子显出来的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的 其实是看到镜子本身吗 不是 我们是看到镜子 显现出来的影子 所以我们常在影子里 一直做怪 一直在那边 计较分别执着 所以是不是要还原 还原 连这个心 跟着心所 这个心所造射出来的东西 跟心的运作的感受的 这些东西 泯灭茫茫茫茫茫两望 这个时候就是回到 本觉的全然作用 照 机过了 不住 你只要不住 所有都可以陷 可是你不住 不住的状态之下 就是随这个镜子的妙有 这样子在运作 这个地方讲的如实不空 也就是这个镜子是本不染 但是它可以来作为反射的作用 而本觉自己所出生出来的 不是 它不是它出生出来的东西 你现出来的这个镜像 它是反射出来的 并不是这个镜子产生这个影像 而是你圆跟层 对出来的这个镜 所以圆跟层 圆这个外镜一切 映现出来的影子 而本觉自己本身不湿不坏 它本身的这个镜子 它也不会湿 也不会坏 常注意心 但是因为它可以显现出来 也不能够说这个镜子 这个镜子它没有作用 刚刚讲不出不入是在讲镜子自己本身 对不对 镜子自己本身它是不出不入 它是没有是非的 但是它可以反射的作用 所以反射出来的这个东西 好像又不能说它没有 也不能说它绝对是有的 那这个地方呢 以一切法及真实性 也就是说真如实性 它可以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在什么呢 现前的一心里面 那现前的一心里面 你就可以真实的去看到 你这个真如 你这个本觉 它的作用 真实的作用能力 真实的作用能力就是 它可以反射 它可以在里面一切 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你反射出来这个影子 这个像 你取读什么 其实反射出来 比如说这是一片镜子 这一面镜子 它反射出来的是 跟成对出来的样子 可是我们这个反射出来的 其实是无是非 我们人就是取这个像 原这个像的时候 再来解释它 所以产生新锁 新王本身是不能灭的 营射出来只是一个像 它没有是非 所以用跟 用跟 跟跟成对出来 是不是就一个像而已 那一个像现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新的像 叫新王 新王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解释 这个像是什么东西 解释出来的这个东西 就是意识心加进去了 这个叫新锁 是不是 新 你解释用意识心加进去 锁造成出来的东西 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每个人就是聚生果子 去解释它 你只要印出来的时候 比如说 你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或是你听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其实看是一个像 是根根成对而已 对你纳寿的时候 你清静的用本觉 清静的佛性 你看这样子 你不解释它 它是不是慢慢它会变异 外界的一切是不是 伸出一面 它是伸出一面像 那伸出一面它在变异变异的时候 你是不是其中就懂了 你干嘛开始就要去解释它呢 你开始去解释它的时候 它的变化的时候 你要自作聪明 它的变化的时候 它在做什么 它在里面一定想什么 它怎么 其实都是你自己在变现的故事 真实的是这样吗 真实的实相是这样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生命生命里面 生命的现象里面 你加了自己的揣测 加了自己的忧虑 自己的解释 跟自己扯上关系 那这个如果是第三者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看第三者的故事 那也OK 有的人看电视就这样 看电视电视 喜怒哀乐 看过来看去 那就是人的喜怒哀乐 其他人的喜怒哀乐 可是人为什么会 看电视会着迷呢 这是拿别人的镜子里面 来解读自己的意思 这样知道你在看电视 在看什么吗 你在看你自己的感觉 你在看你自己的解释 你在看自己的解释 所谓的影评加任何的 评估这个漂不漂亮好不好 拍的好不好 情节有没有多感人 其实都是因为 你要把自己投射进去 你投射进去之后 你才会感受他的感觉 对不对 有人这部电影的话 都看起来哇叫好 现在有一部叫很有名的 讲兄弟的叫什么 Manga 已经不是现在了 好像蛮久了对不对 很多年轻人啊 就讨论这个Manga 大家都很怂 都没有去过Manga 蒙甲嘛 就是万华嘛 年轻人就讨论 中年人一讨论 老年人一讨论 学佛的人说 当然那人是什么讨论 是不同的人就不同的讨论 你在这个讨论 其实Manga 其实在演一个实况 当时的一个情况而已 可是这些讨论的内容 就会产生在你的心里 对不对 是不是产生在你的心里 还要投射跟自己意识层次里面 我曾经有几个好同学 两肋插刀 或是年轻的时候 我怎么样的背叛情谊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在 这个镜子显现出来的东西 加上心锁 然后解释出来的时候 自己是不是又产生了一些 跟自己有关系的故事情节 另外一出电影 在心中悄悄的上演了 所有感情的东西 在这个反应里面 去反映了自己 是不是这样 这个讲的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又一切染法 所不能染 智体不动 具足无漏 薰重生故 现前的这个一心 可以显现一切的染法 但本觉智体不被染法所污染 前面有讲到 它如实空静 这个镜子本身 它根本就不会染的 它只是做反射的动作 所不能染 智体不动 所以第一个 如实空静的这个镜子本身 其实它是不动的 它依然是具足无漏的 清净功德 那因为它这样 那你现在献出来的这些东西 又可以 你又可以 用这些镜子 然后取这个镜子里面的像 因为它显现在心像 心像的第一个心 心王 无是非 心王不能灭 我们常常修行里面会想说 心王心所两茫茫 你意思要灭 你要灭心王心所 是错的 它本身心王是不可能灭的 只要你是人 你本身就是有镜子 现前的这些 这些 这些功能就是本觉显现的功能 它是无染的 心所才是因为你巨生我植 把它解读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灭 把这个心所灭的时候 它心王就是镜子的反射功能而已 那你一切里面 我们度化终生也是用这个心王 用这个心王 就是做反射 然后用清静 自然就相应了 你没有隔阂 无量功德之相 你没有隔阂自然就这样流 就这样出去相应 同学你可能 还是没有办法体会 那我们来讲一个 最简单 在做应该很多爸爸妈妈 你很多爸爸妈妈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念头 那你 牵着小孩子走 那牵着小孩子走 那如果 地上有一根 有一根铁钉 那这小孩子走走走走走 他踩到铁钉 他踩到铁钉的时候 铁钉痛 这个时候 你会怎样 你是不是直接把他抱起来 他在哭泣 你是不是直接拍他秀 是不是这样 这是不是最原始最原始的父母 他没有第二个动作 当你讨厌这个孩子 你认为这个孩子已经长大到某一个程度 自己应该会处理自己 这个时候走踩到铁钉 踩了 干嘛 铁钉 你是走路没有看的吗 是不是这样 这个基础设定是你有心锁 这基础设定是 你已经排斥了这个孩子 你设定 这个孩子已经 15岁了 走路叫你看头 都摁看 拆到 改死 死好了 这个是因为你已经有前面的心锁 所以你在看待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是在责怪他 批判这件事情 你最原始对待众生是清静心的 对待一切是清静心 就像那么智灵的孩子 他走走走 不管他是小心也好 不小心也好 看得懂也还是踩下去 因为他的自主神经还没有发展完成 孩子在惊心想 点点一直葬起 你把他葬 有什么葬 所以有个小孩跟六狗差不多了 六小孩跟六狗 有个小孩是一直葬起 有的是老婆一直葬起 一直拖 对不对 是这样啊 如果你用清静心来看一切 就像这个智灵的小孩踩到的时候 哇 靠出来 拉火 你把摸起来 笑笑笑 这样而已 你不会责怪他 这个叫自然相应 我们众生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有六道概念 你已经有众生界别 你已经没有 无作 你已经没有无作的菩提心 你的无量功德之相 不能展现出来 所以你在所有一切里面 其实用批判 只要这个发生在某一种状态之下 这样后面你会走路 跟你说多次都不疼 这个时候 反而要来做一种表态 所以这些是什么 这个过程 就是你用染法 其实字体是不动的 那你用染的状态之下 你就一路染下去啊 丢掉支箭吧 丢掉你那个设定好的想法 你丢掉这个 你看所有的一切都是 每一个现况都是心 它都是一个缘起啊 这个人他昨天给你的印象 你要留着 还是你受益不好咯 对不对 你把众生就是一个连贯式的 你的修行应该就是没有这些 才是完全无负担 所以具足无肉 那你要怎么去熏 差异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讲性静本觉 这前一段二段就讲性静本觉 就是这名相里有了 回去同学自己可以读 就好像空而干净的静面 它不会映现任何的外物 这是在讲如实空静 所以它的心体 这个本觉的 这个自身的相状 远离任何的心念 远离一切与心相应的境界 毕竟清静无垢 这是在讲如实空静 那刚刚讲的这个音熏习近 就是静面它是可以反射的 映照境界 这个境界里面 其实它只是境界 它没有这个静子本身来进触 进入或是静子本身退后 静子也没有失去 静子本身也没有坏掉 也没有失去 心体常住 这个静子本身是这样 但是呢 可以做反射的动作 可以做反射的动作 让众生 你由错误中 去知道还原 我们修行是从哪里修 我们从 修行是从望境中修 同学我们再来看 你修行从哪里修 你用清静中修 还是望境中修 你从望境中修 因为你已经沦落到现在 你要回复的时候 是不是要从望境 从望境里 只要你看出这是望 你看出这是假象 你看出这个假象的时候 这个假象自然就不见了 空花 你以为这个花是真的 但你知道这个花是假的 是空花 那花就不见了 那花就不见了 那你这个空花乱飞 然后这样不见不见 这染法就不见不见 清静就自然现前 因为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所以你找不到清静 我们要去找那个清静 是找不到的 那一种状态就是说 修有的人他是从基础 本觉中修 本觉中修就是我不动 我不取 任何的跟成对的时候 我不圆境 我不以外圆的这个境 去取这个境 去住这个境 去解释这个境 我不动 这个不动的时候 让外面的生灭 沉住坏空 让他还是依然这样 那这个觉 觉醒在不在 在 可是这所有的一切里面 你是不是都可以取毒 他自然会觉 他自然相应 他自然相应的时候 说所有里面就自由自在 清静没有变 说 本觉他一直在发生作用 这个就是佛菩萨 那所有该应的时候 就像小孩子哭了 马上抱起来排排 就这样子 没有是非 没有责怪 小孩子得到了安慰 放下来了 放下来以后 他自己走路会不会看地上 会 也不用言 言词 也不用语言 也不用文字 就实相里面 全部都懂了 那我们当父母都怎么当 然后抱起来 跟你讲 以后你要怎样 怎样 用 可能一开始是自然相应 之后是加出很多新手 语言文字不断创造 恐吓他 父母亲很会恐吓小孩的 你到底是在开发小孩还是恐吓小孩 其实自己都没发觉 你如果不怎么样 就会怎样 是不是这样 所以因为要这样 所以强迫你去认识 那有的父母亲他的教导模式就是 让他去经验 他以后就会 那以后会不会来取读对不对 这个上面当然还是有必要调整的地方 跟解释 可是并不是一直恐吓在写 好 这个地方 懂了 来翻到第十五页 第三讲的是 这个万法 这个万法其实是不留的 这个本觉里面的所有的万法 其实它是会 在因缘和合 原面的时候是不是会留 会离开 就上一堂课有讲 你现在读经典 哎呀多殊胜啊怎么样 这是知见啊 你现在在这里面 等一下一个烦恼心来的时候 这是法在不在 不在啊 然后又抓回来的时候 所以 怎么 等一下就是 哎呀 我南米是六道轮回 南米就是 佛菩萨 南米地毁现真 南米轮回去 就是九法界在跑 法出离境 为不空法 本觉不空 不空 他不空的这个属性 是不是可以映现 那映现的一切法 其实是无字性的 它是影像而已 所以本觉呢 它是不是清静很长 清静很长 外现的这些影像 也就是烦恼障啦 智障啦 是不是在适当的时候 它是因缘生 因缘灭 是不是又出离去了 那我们众生呢 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你在所有的一切 现前的一念过什么 什么的这些呢 就是缘起法 纵使有念 回复 知道 知道这些呢 是妄想 是妄念 好 妄念也罢 是真如也罢 本觉也罢 死觉也罢 不要一直住着 自己的这个之间 不要一直住在这个里面 你就不要把它意识结构 把生灭像 不生灭的 不能干预的这些 全部把它合合 这样一直放着 你如果能够放掉这些的时候 你就不落第八意识 那这个法的现前的时候 第六意识有没有用 有 可是它是属于比较细的 第七意识有没有用 有 它是用清静 清静的第七意识 我们一般来讲聚生我执 就是在讲 第七意识的 分别计较执着 与我有关 就叫聚生我执 但是我们 佛是不是转第七意识 为平等觉观 分别致 这就是正等正觉里面的 别相 正等正觉里面 里面的别相 所有的一切都知道 它的因缘脉络 所有的一切呈现 所以清静当中 它是不是不再结构 染拙不落 第八意识 就这样子 所以意识有没有用 有 它用的是清静的 这个就是修行人里面 你必须去转的 那修行里面都基本上 落在第六意识的运作 然后抿除掉第七意识的 染拙的部分 用不染拙的 让自己维持 不迷惘 然后也不追 也不妄动 也不取向着相 你让自己在这个定静当中 一切都明明白白 你就说是吗 真的是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因为你不愿意试 很多事情一发生 马上 现前一念 强迫自己逼出那个一念来 自我解释 其实不用这样 你达清静无染 清静光明的时候 所有的和和像 生灭生灭 里面看到无生灭 所有的有为的背后 你都懂得无为的道理 他会 智慧会现前的 因为大众生就有 如佛一样的清静智慧得向 修行就是害怕 害怕自己比别人笨 所有的反应 怕自己比别人反应的慢 其实那个快是什么快 那快叫轮回快 无名快 你看修行好的 是不是都像温温和和的 对不对 有的时候看起来麻木不仁 其实不是麻木不仁 我们一般的麻木不仁 心里是什么抗拒法 所以我才麻木不仁 心里是抗拒的 他并不是看得很清楚的 无是非的 那这个讲的是法出离境 法在生灭生灭的时空因缘中 他自然就会过去 但是这个本觉还是有他的作用 试着圆勋习近为依法出离故 因为依于前面所说的一切现象 这些法他会出离 辩造众生之心令修善根随念事先故 所以他会出离出去 所以能够这个本觉又产生了他的作用 能普遍观照众生之心 我们这个觉性 从你迷糊到你起回光返照 到这个法出离这个过程 你的觉性是不是都一直在 同学这个觉性 就是这个佛性常在 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些的时候 圆勋习故 圆前面讲的 他可以印 然后法又会出离 因为沉处坏空生命现象 这个时候所以你会依于这个 一念现前懂的 静止反射的这个一念现前 那这些等下也是就不见了 所以依这个的时候 能够使用他 用清静的平等觉 来普遍观照众生之心 就是指静 外面的圆静 根根成对 是不是对外 那我们刚刚是在讲本体 我们刚刚是在讲本体 我本体不变有这个功能 你印进来的东西 他等会会离开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他印进来的这个东西 再来用清静的 正等正觉 来看外面所圆的 根根成对出来这个成 现在就进入成 进入成 进入成 这个成是不是就叫圆祈法 这个外界的众生心 这个众生的一切现象 是不是叫圆祈法 所以这个圆祈法的时候 是不是自然成为我们刚刚讲的里面 依法力熏悉 有看到缺点 所以我们依 这个地方给予教法 令修善根 使他使之令修善根 随基士教能够做众生觉悟的外源 随现象现起的这个镜子 现前的这个这个现象 随心念起的现前一念 不管你是染也好 静也好 你能够还原当下不住的时候 随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当做他觉悟的外源 刚刚讲本体 现在就讲现象中你的作用 所以这个觉 本觉 他本身的现象是他自己不染的 可是他可以反映 反映出来的这个东西 早晚都要离开的 可是当他反映的时候 是不是缘起 净空 那这个外界的一切 是不是妙有 那你与他相映 映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个因缘 又一个法源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藉由清静 成为随机视教觉悟的外源 那本觉是不是发展的作用 那这个做这样的外源的一种帮助 是不是就叫相应 可是并不是基于你想象中 你想象中解读这个镜子里面的像 来做自我意识里面的解读之后的反应 你解读之后的反应就叫造作 因为这是加上自我意识的 是解释出来的错误的东西 你是不是造作 造作是不是跟他所谓攀原心 攀这个外源 攀这个圆境 攀 然后所有造作 你要表态的东西 一定有你自己的成分在里面 那个已经不是无为法 那个就叫有为 那你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清静的时候 随这个现的一切自然相应 那等一下就过完了 你不住嘛 不住的时候 是不是就叫菩萨道 是不是就叫圆满 是不是就叫无为法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可不可能办得到 练习就办得到 抓掉你那个意识形态 批判之心 抗拒之心 解析之心 反正都是太聪明了 那个聪明都是人说自己的 在佛法里面呢 人家造作 对不对 那我们都是这样 要保护什么 要保护自己的知见 要强调什么 要强调自己的存在 要表达什么 要表达自己聪明智慧 这个都是世间的 真的无肉智慧啊 跟这个实相里面这些 哪有话好讲 没有什么话好讲的 语言文字都只是个假名而已啊 接下来我们来读这个 是不觉意迎二 那里面有讲到 总名不觉 那这个不觉是什么意思呢 读第十五页 第十五页的 所言不觉意者到最后一个字 则无真觉自相可说 好一起来 所言不觉意者 未不如实知真如法依故 不觉心其而有其念 念无自相不离本觉 犹如迷人依方故迷 若离于方则无有迷 众生亦耳 依觉故迷 若离觉性则无不觉 已有不觉妄想心故 能知名义 为说真觉 若离不觉之心则无真觉自相可说 好 什么叫不觉 所以不觉其实不是他没有办法觉 他觉还是有在作用 他觉错了而已 所以跟真如清静的那种觉性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用这个不 这个不就是错误的意思 好像讲同学比较容易懂 要不要想说不觉不觉 其实你任何错误 错误的以为是不是还是在觉啊 日觉的是妄嘛 就是你懂得取读的是妄境 为不如实之真如法一骨 也就是不能够如实相的 去了知真如跟现象 其实他是不二的 真如跟现象不二 同学读这么久应该知道吧 我们清静的佛性 跟着所有的现象里面 其实都还是个因缘法 都是因缘法 人是地水火风四大 这个因缘呈现的所有 你也是地水火风四大 他也是 所有的物质界的变化 也是一个沉住坏空 生住易灭的循环 这个是生灭生灭因缘 法不孤其 原生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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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的自心啊 也是要圆 什么 你有根 外有成 是不是圆 对起来叫圆生 那你还有这个心的运作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又起 就是起现象 现出来现前 那如果这个没对 眼睛鼻子嘴巴 没对 那这个外圆在这个 外界的现象 沉在外界的时候 对得起来吗 对不起 是不是也是因缘法 所以有一切在这个 都是圆起圆灭 他的圆起呢 不是单一的因缘 他的圆起里面呢 最后他会激进下来 圆起信空不用再讲了 讲很多次 圆起信空 就是包括圆起有 跟包括圆灭无 这样才是讲圆起信空 因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他最后毕竟是无为的 是空的 不觉兴起而有其念 觉悟 如果你觉悟 觉悟而已 觉悟而已 然后你觉悟什么 觉悟错了 觉悟错了 产生了种种的妄念 这个不觉 我就一直用这样跟同学解释 这个不觉就是觉悟错了 觉错了 取错了 其实是不是觉 你要有念就是有觉嘛 你能纳受 你能领受嘛 只是弄错了而已嘛 妄念呢 念无自相 这个妄念也没有自身的体相 不离本觉 它的存在也不离开 觉性的使用 这个本觉 这个地方就要给他讲 这个地方就要给他讲 觉性的使用 这样 会比较容易懂 尤如迷人 一方故迷 为什么有人会走失呢 因为你产生了一个认定 一方故迷 方就是你认定的有个特定的对象 所以你才会产生迷惑 那你说我站在这里 哪里是东哪里是西哪里是南哪里是北 啊这里是东 你就忘记其他的抉择的客观条件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认定 啊这里是东 我要去东方 所以你就一直去 你才会一直迷 你如果说 这里是哪里站着 东西南北搞不清楚 看看 星星 看看风吹 然后 看看指南针 你是不是所有客观的东西都会来参考 你认定了之后你就不参考了 你如果不认定他的时候你就会参考 你就会参考 那我走一段 哎呀看到北斗七星高 或者看到什么的 你会有一个 可以进可以出 镜子永远不留 然后你会活动 你心也不焦虑 你因为有了一个设定 为什么 方向 我六点半一定要回到家 是不是有个设定 还有设定 这个就是东方 我走这条路一定有 用多少的时间 多少的公里数可以回到家 是不是设定好了 当你设定好的时候 结果开错车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美国 我去美国下飞机的时候 下飞机的时候 那个时候厂商来接我 在LA的机场 他们那边的高速公路 跟我们这边的高速公路差很远 不大一样 他们高速公路只要错过一个出口 就好远好远 然后那个出口你不会看 又错了一个出口 你也要塞到旁边 他接到 上他的车的时候 他够公园了 他够公园 就跟他说 我们要回去了 应该是 五点半 可以到 可以到工厂 我们要开会 好 一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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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说话 因为他已经设定了 他走的路是对的 他外面东西就不看了 他都不参考了 他就一直说 一直说 我也不知道 那边到底哪个出口是南 哪个出口是北 那你如果现在往南往北 你会分啊 苗栗就是往北 南头就是往南 你会啊 因为你已经设定了 你心中已经有念了 你已经有设定了 你已经认 把自己认知卡死了 结果一直开 开到晚上七点 奇怪 怎会敢唱这 公园这么远 然后 下来 地图拿出来比 哎呀 要去南方 跑到北方 很远很远了 这个时候 就认知错误 那认知矫正啊 再回头 欸 开得回去了 肚子十点 这就是 迷是这样来的 迷是不是你没有安住 那样子的一个 活泼 你设定了嘛 你设定了 依方顾迷 你会迷惑就是 你本身有你的所得 有你的预期 有你认知 若离于方 则无有名 如果你 离开方向的概念 你就不会迷路 你会拿所有的客观的来参考 让镜子引现 对不对 所有的一切是同时万法 来告知于你 哪里是南方 哪里是北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讲 我们为什么会不觉 因为你什么 已经有了设定 你为什么不觉 因为你的心解释它嘛 你任何 现前在镜子里面的东西 你是不是解释它 是不是有方 所以你会迷 这里面你已经 预期了它的走向 感触了你 把自己的位置 标出来了 众生意啊 众生就是这个样子 觉 然后在里面呢 用受 不是清净的 而是受 加上意识 就是这样迷的 众生意耳 一觉故迷 因为有 觉的这个作用 才会有所谓的迷 同学我们说 你设定的方 设定的方向 设定的所有的概念 是不是你觉 觉的功能在 因为你觉的功能在 你才能设定 你才能想 所以觉是无辜的 只是你那个答案 把自我意识 句声我指 那个觉 要设定它 觉错了 若离觉性 则无不觉 如果离开觉性 也就是如果没有觉性的话 也不会有不觉 也不会有妄想的存在 真的没有觉性 所有的都是石头 这样的意思 所有人哪有觉不觉的问题 也没有迷不迷的问题 那就是叫无情 是不是无情 石头 以有不觉妄想心故 能知名义 为说真觉 因为呢 我们有不觉 就是觉错了 现在不觉 以后 就会以为说 都不能觉 为什么还有妄想心 所以我们这个不觉 就要翻译成 觉错了 因为觉错了 产生的这个妄想心 存在的缘故 你才能够了解 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 其实都是语言文字 它的意义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认知的过程而已 都是假名嘛 为说真觉 所以将这个解释说 我们这个觉 我们这个觉 要觉对了 就没有不觉 对不对 那本觉在的时候就没有不觉 你觉对了还有什么不觉 觉对了就是真如 绝对了就是本觉 可是你在任何绝对跟绝 你觉悟对了跟觉悟错了 都是叫觉 对不对 都是叫觉 所以你这个佛性是不是常在 你的觉性是不是常在 是啊 你一定要铁定这一点啊 你一定要肯定这一点 你如果不肯定这一点 你也不会成佛啊 你永远失去信心 若离不觉之心 则无真觉 志向可说 如果离开了 如果离开了 觉悟错悟 这样造作的这个心 如果你没有这样造作 强烈要造作的这个心 就不必说什么 真觉啦 什么他有什么志向 因为你就在这个里面呢 自由自在的运作而已 只要你觉悟错了 马上就有烦恼 就会起心动念 就有五蕴 同学这样解释 比较容易 清净的真如 他就是没有坡洞的 可是在这里面是无违法 可是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一切 他是自由自在 毫无坡洞 就像水 没有坡 那水还是明亮的哦 水没有坡 他失性不变哦 他是明亮的哦 他可以作用很多哦 他可以洗涤 可以融合 可以止渴 可以清凉 什么都可以哦 他的作用无量无边 可以纳受一切 然后 可以沉淀 什么都可以 那当你呢 当你 觉悟错了的时候 你只要进入无明 他自然 他就一直晃 你就产生很多念头 你都搞不清楚 这样对吗 那样对吗 还要起关照 还有无来无去 清净的佛性现前的时候 他根本不会起心动念 他就是明明白白 就是明明白白 就不用谈 就不用谈 我觉错了 我觉对了 我现在位阶是什么 我是清净的菩萨 我是什么 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这些原文字都是外在 因为你觉错了 妄想 所以要跟你安利 那么多的名字 来解释 让你发现 用比对法 比对凡夫众生 这样比对 所以六道啊 你内心的境界 苦痛烦恼 来自哪里 来自你把觉悟用错了 你觉悟错了 这觉悟从哪里 就是那个一念 镜子印线的时候 诶解读啦 去啊 去啊 回去会不会修 当然很困难啊 一步就会修 可是这样讲知道 自己要怎么样 厚住 任何的圆境 跟层相对的时候 意识心不要马上跑上去 马上追过去 马上解读 有的人 听话不敢听完的 会说一句声话 要不说要不说 你要说什么我就知道 肩膀胃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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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肚胃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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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跟你是一样 你能变众生不能变吗 你能学佛众生不能学佛 你能体悟众生不能体悟吗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平等的 就在你自己自我意识 在那边作祟 你说清静 清静轮回 众生的所有一切 开叹众生无可救药 那是你在自视他 自占毁他 这是你自己以为的 那你说众生他又有一个时间 佛有讲我们种姓 种姓要变没有那么快 没有错 罗汉的种姓生 圆觉的种姓 菩萨的种姓没有那么快 是没有错 他是在讲这个 时间要马上全部转过去 没有那么快 因为习气使然 因为习气使然 可是你修行里面 你要去真的老实的面对自己的习气 你要习气就是给自己很多理由再去圆满他 一次再一次两次三次没有关系 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习气 你跟习气妥协 我以前这样 我以前这样 现在后面这样正常 白人也这样 习气使然 你允诺 这也是左 这是左 你说好我这改习气的过程 会有一些拉锯站 可是你要用 亲近本来本来本来就没有这些造作 本来就是没有这些造作 为什么要这些欲望的波动 当你看出这欲望的背后 其实是妄想心 身体的觉受 心灵的拥有 精神层次里面的饮秤酒 饮那个有毒的酒 这样慢慢体会它 要感受那样子的波澜的故事情节 这是你像温习那些无聊的忘镜 人不外就是 眼耳鼻舌生意 就是这几个东西 这几个门户 这器官而已 讨好它 温存 回忆它 就是这样 让你觉悟错了 每次在那边抓 抓那个 放不下 放不下觉受 他把这个受 知道 这是忘镜 苦受 热受 真正能清静的 清静的这个上面 舍受 有时候不苦不乐 还是有受 真的无为的状态之下 这所有的一切里面 这是缘起信空 一切妙有 这是暂时的 这些暂时的东西 不追它 不娶它 不住的 不解释它 这个缘起当下 就结束了 越来越自由 太多设定了 人太爱自己了 读一读同学 有没有觉得自己原来很无聊 有没有 原来一直很无聊 自己在跟自己玩把戏 每天这样自作聪明在自己的聪明的镜子里 心念显现的镜子里面 对不对 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能力 或以为自己完全没能力 否认别人或否认自己 反正都是是非是非嘛 善恶嘛 是非善恶 取镜像来解释 如果你能够让这一切还原 这一切还原 一切无是非 一切无什么 让这个线这个像大击大用 跟成 它就是原起法 这个线的时候 先了解之后 你就会知道 大击大用 而不是造作无边 一样是在这里面 一样在这时间空间里面 到底是造作无边 还是大击大用 大击大用之后了无痕迹 他心不会有那个波澜 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